大家好我是温小厨 刚才去村口买了两根萝卜花了3块钱 打算分享一道泉州小吃菜果 米南话叫菜鸡 首先先把萝卜削皮 这道小吃菜果在泉州大大小小的那种早餐炭里面都有 像大排档炭也会出这道菜 就是拿来当成一种小事 接着把萝卜切片 然后改造切丝 加10克左右的盐 然后抓入均匀 把萝卜塞一下水分可以去除萝卜的一些色味 等一下做出来菜脂不会发苦 好了朋友们给它静置半个小时 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会有这种咕噜咕噜的声音 因为我这边在炖汤 前两天母亲节气外面点的那个松茸筋猪肉汤还挺好喝的 是不是执行力还挺强的 我只要吃到什么好吃的 我就很想要自己做做看 这是我提前3小时泡的橙米 准备的是500克 先给它淘洗干净 橙米就是那种隔年的米 把大米加入到破壁机中 倒500毫升清水 大米跟水的比例是1比1 然后直接打成米浆 大米搅碎过后加入30克玉米淀粉 再给它打的细腻一点 打好过后倒入盆中备用 把腌好的萝卜丝挤干水分 放破壁机中 朋友们这个萝卜丝尽量就是一定要给它挤干水分 倒300克清水打成萝卜泥 直接把萝卜泥倒入锅中 然后烧开后转小火煮10分钟 这样已经煮了10分钟了 已经能闻到萝卜的香味了 现在开始调味 加10克左右的盐 3小勺白糖 然后慢慢的倒入米浆 边倒边搅拌 用锅提前把这两个混合均匀 等一下蒸的时候粉才不会沉淀 大概搅了2分钟 像这样子比较稠稠的 但是不要太干了 刮火 直接装入容器中 然后用刮刀给它腐平整 开水入锅 然后盖上盖子大火蒸50分钟 一定要把它给蒸熟 我们直接给它蒸了一个小时 把它拿出来自然放凉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定型 朋友们我直接把这个菜骨放到冰箱里面 直接放到了第二天早上 拿来给家人当早餐 现在给它切成条 朋友们看一下 一次性吃不完的朋友 像这样子用保鲜袋给它包起来 放到树洞里面去 如果是几天能吃完的话 就直接放到冷藏 然后再改刀切厚片 朋友们这个拿到冰箱里面定型过后 就非常好切了 也不会黏 如果刚蒸出来 就是放凉过后切的话 就会比较黏一点 油温烧蒸六七成的下入筷子 能这样迅速的冒泡 就可以下入菜骨 多火炸 朋友们放下去过后先不要翻动它 让它地形 不然等一下会很粘 我们分两次炸 炸了三分钟过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开了 炸了五分钟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 一道美男特色小吃拆接就做好了 全部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也要在érica吧 要在我没有起来 olog内的水 客气 a 炸骨 中午时 川鸡 首要开始要上学了 快吃了 快吃了快吃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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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开心菜 今天赶紧炒了 开心菜 要吃点 好 小心烫了 真厉害 你还可以熟饭了 我帮你家 拜拜 拜拜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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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拜拜 对的真棒 我真厉害 妹妹好厉害 像姐姐看齐 以后你们9月份去上学 你们三个就要早上比赛 谁先吃完 谁就背着小树包去上学 我来跟公学树包 我来跟公学树包 等你上一年级的时候 妈妈再给你换一个大一点的树包 你现在那个树包小搬得太小了 你现在那个树包小搬得太小了 好 好 好